那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引用的一个叫基本语法 那第一个呢 这个引用的一是咱们CIR对C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扩充 在使用的时候啊 对一个空间啊 它是可以取别名的 我们所谓的引用啊 就是叫取别名 比如说我在这里边声明一个MSP 画一张图片啊 好 那么我们通常写代码的时候啊 通常喜欢写一个变量 印材A等于10 是吧 那你写了这样的代码 给编辑看什么东西啊 就是你要生存一个什么呀 一个空间里边 这里边叫一个A 是吧 这上面写一个A 那A的值是多少呢 是10 这里边写一个10 那其实就是说以后你要用这个A啊 它就等于10就完了 对吧 但是说我可不可以这个A能指向这一段 是吧 能不能让这个B我也指向这一段 是吧 就来一个B啊 也等 也指向这一段 也指向这个CM 没好好 也指向他 是吧 就说我让这个A换个名 是吧 我又想叫A 我又想叫B 然后呢 给他这个都引用这块10啊 都引用这块10是可以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应用咱们的一个叫引用 引用这么一个概念 引用的实质就是就是起别名 就是起别名啊 那么好 那么使用的语法呢 非常简单 就是咱们生一个印材一个啊 and B等于一个A就完了 好 好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啊 多了一个啊 这个叫and符 and符啊 如果你写到左侧 and 写到左侧叫引用啊 写到右侧叫什么呀 取地址是吧 写到右侧咱们学过啊 好 写到 写到右侧叫取地址啊 好 那么就是你这个暗的符号也以后要区分一下了 说写左侧和右侧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把这个B啊 我写完这个B了以后 写了B引用 等于什么呢 等于200 好 那此时啊 等于说用B修改了诈为200 那么A呢 以后你在fail outA的时候是不是也变成了200了 嗯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两个名啊 他又又叫A又叫B 他等于说我们这两面都操作的是这一块空间 明白了吧 哎 这是我们以用的一个基本的语法 那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些代码啊 实现到我的这个编细中啊 因为咱们直接说呢 不如直接挑一拳 好 来 这个是叫引用 叫基本语法 引用就是起编名啊 其实非常的简单 这个啊 它是一个重点 但是它不是难点啊 理解起来非常的简单 请好 这样子部就讲 最后呢 我先来一个what test01 哎� sociedad 我们就按刚才一种写法写印则A等于10是吧 然后再来 Ether 按得B等于 这时候A等于B B等于一个20 那么我现在say out一下A和B的值 A等于多少 再看一下B等于多少 我们把A和B都分别做一个答应 当你把B也指向A的时候 B修改以后A跟着也就被修改掉了 我们现在来运行看一下结果 好A是不是20B也是20对吧 因为我们修改完之后大家都修改了 好这是引用的一个基本语法 先写一下这个1 引用基本语法 引用的基本语法就是先加type类型 你看你这不是叫应他类型A吗 因为你要给人起别名 你这别名类型是不是也得一样 对吧 你不能说上边印他类型 你下边给人弄一个double类型 那你这叫起别名了 不叫是吧 先type类型要跟人家一样 第二个是用引用符号 然后呢 这个是别名 别名你给起什么名 然后这个是等于原名 原名 好这就是他的一个语法 这是他的语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引用 必须初始化 好 那我说呢 比如说我写一个引用 是吧 void来个test 来个02 那这个引用 我能不能直接这么写呢 来印他一个按的A 然后A等于啥 是吧 A等于后边再来一个什么什么B 是吧 那现在没有B 是吧 当我直接就这么写一样代码 我这个是不是 没有给他做个初始化 这我声明出来一个引用 对吧 但是这样的话呢 编译器就直接给你做错了 引用是必须要初始化的 你看 他说了 必须初始化引用 看到吧 因为你这个东西 他认为你是 这就是一个引用 对吧 引用 然后呢 你又没给他初始化 那不行 所以这样代码是跑不通的 然后这个必须初始化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初始化完了 给我来一个印他A 是吧 等一个10 好 印他一个 and B 已经初始化之后 就不可以修改了 引用 引用 初始化后 不可以修改 就是你现在是不是对B 是给A起的别名 对吧 那么你现在来一个 再来一个印他C 等于一个20 好 你能不能让这个B 又变成了C的别名呢 你想想这个 应该如果我要想写的话 那是不是 那来一个B 又等于C 首先你先告诉我 这叫初始化吗 这个B等于C 这叫什么 负值是吧 这个叫负值 不叫初始化 所以说我一旦 一旦初始化后 就不能再修改了 引用只要初始化以后 你初始化完了 我指向A了 是A的别名了 你就不能再说 我还是C 叫C的这个别名 就不能再这么写了 因为下边这一段叫负值 这个叫负值 不叫什么呢 不叫初始化 这个一旦初始化 不能修改 这是我们注意的 这么一个事项 这个事项做完之后 引用其实就这么 几个注意的事项 下边呢 我们再来学习一个 如果对数组 来建立一个引用 对数组进行监力 监力引用吧 建立 引用 Word TFT 那么首先啊 我先声明一个数组啊 来印他一个 A 来一个10 好 那在一个数组中呢 我去给他扔10个值 是吧 来 扩询完 来印他 I等于0 I小于 呃 10 还加加 好 然后写个A R D I个位 就等于 这就是扔了0到9 扔了0到9 扔了这个里边了 好 那么下边呢 我给数组 给数组 起别名啊 用引用的方式 给他起个别名 那首先啊 这如果给数组 起别人 这个还是印他类型 对吧 印他类型 不用改 然后呢 再起个别名啊 比如这个换一个名吧 按的 然后P 换随便找一个名啊 然后呢 后边呢 就写这个数组类型 来个10 来数组类型10 那么这个引用 必须要初始化的 那初始化 你要把这个A 写进去 这个就要给数组 来进行这个 取别名啊 取完别人之后 你就可以干嘛了呢 用他的别名来进行输出了 印他 I等于零 I小于10 I++ 我们复值的时候呢 是用AIR来复值的 但是我输出的时候呢 是用CALT来用P AR来给他输出啊 然后底A个位置 这是加一个空格 来做分割啊 做分割 然后最后我们再加一个放囊 好 那下边呢 我们就可以啊 运行一下咱们的TES03 好 TES03运行写之后 应该是0到9 对吧 但是我们这块要知道 我们是给数组来 进行取别名啊 0123599 那么我们创建数组的时候 是用AIR来的给他创建的 但是取取完别名是吧 取完别人之后 我用PAR来给他进一个输出 那么等于我们AIR和PAR 是不是都在操纵同一个数组啊 对吧 哎 这个没有问题啊 好 那么这是第一种方式啊 这是第一种方式 我们再来一个 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其别名 好 那么我们学过C元啊 C元中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Type Define Type Define 是吧 就这种方式 你也可以先把这个类型啊 先给他 呃 建立出来 咱们来一个INT类型 是吧 然后再来一个 呃 这个AR A1 Rade 你用 是吧 R E F 我来一个纯大写的 这么一个呃 这个名啊 这么一个名 好 后边写一个十 好 那先告诉我 这句话清明了之后 这个玩意是个啥呀 这个玩意是不是就是一个类型啊 这类型是叫什么类型啊 就INT类型 一个具有十个元素的INT类型数组 是吧 啊 一个具有十个元素的INT 类型的数组 数组 那以后看见 A1R这个纯大写的 那他就是一个INT类型十个元素的数组 对吧 十个每个元素都是INT类型啊 好 那后边建立以用我们的可以用那种方式了 就是咱们上边写了 先来一个type 再来按着体别名 再等于别名 那也就是说我们先来type 这是它的type对吧 然后引用 然后咱们再来一个呃 P A1R2 咱们再来一个2 是吧 哎 等于A1R 我是不是又等于给他又起了另一个别名啊 对吧 他等于说这个又叫A1R 又叫P A1R 还又叫P A1R2 明白吧 等于说我现在进来的三个别名都对这个数组 好 那么 复循环输出一下就可以了 复循环输出一下 如果这个打印的时候 我们要打印的是P A 里边的内容应该输出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就主要复习下这个type比范 好 是不是一样啊 对吧 这P A1R2 等于说也给他起了个别名啊 好 这个就是语用的一些基本语法啊 语用主要是起别名啊 你就记住它是起别名就行了啊 那么我们咋把这块先进一个复习啊 那复习的时候啊 首先上节课的内容 我刚才没有放笔记中 然后我课下的时候给大家总结了啊 在上节课中 我们学了一个COS增强 COS增强里边 我们说C语言的是尾长量 还可以通过指针去修改的 那CIA中呢 它是一个放符号表中的 放符号表中 你就不可以修改掉它通过指针啊 那么默认的C语言是外部连接 CIA中是内部连接啊 然后COS分配内存情况呢 最如果你要对这个变量取缔值 会分配一个临时的内存空间啊 然后第二个 你蹭关键字在下边也会分配内存啊 如果用普通的变量 数字化抗字变量也会分配内存 自定义数据类型 咱们刚刚写一Person的这个对象啊 也是分配内存的啊 然后后来学习经常看代替底范 底范的不好的地方 就没有作用欲 没有类型啊 咱们再总结一下刚才的引用 引用 好 引用这块呢 其实它的用途就是起别名啊 就是这么一个用途 然后呢 引用的这个语法呢 就是先是TypeT1PE 先写你的这个类型 然后再写一个暗的符啊 再写一个这个别名啊 你起什么名等于原名 就可以了啊 这是它的这个使用方式 然后呢 引用要注意的事项呢 就是引用必须出史话 出史话啊 然后一旦出史话后 不能修改了 不能修改 你给他起名之后 不能让他再变成别人的别名 是吧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对数组的建立引用啊 这个代码呢 我就不往上搬了啊 刚才我们在课上已经刚刚讲完 那数组的建立 对吧 那么这块就是引用的一个基本的语法啊 基本语法以及注意事项啊 先把它保存一下